打电话给交警投诉 与司机凭一己之力 让周围小区数百车主 站扣驾照重考刻意 女子打网约车出门 在经过一个右转路口时 要求司机左转 司机表示这里是右转车道 是不可以左转的 这里只能是右转的 知道吗 它那个是属于逆行的 我家就住在这里 我们所有周围的小区 都是往这边转的 那我打电话给那个交警 你叫交警过来 在女子的一再要求下 交警终于来了 你这是求警察 得警察 难道你不知道 右转弯道是不能够左转的吗 你反映的这种 进步导向车道 不按照导向车道方向行驶的 各种违法行为 我们要对这些违法行为 一一做出处罚 当然也包括你家的车 警察叔叔教育过女子后 调取了路口的监控 对三个月内所有违法车辆 进行了扣分和罚款 事件波及女子 与周边的小区数百车主 由于长期逆行 有车主甚至被扣了72分 整个小区的车主 都面临暂扣驾照重考科医 业主群里炸开了锅 为了感谢他为交通安全 做出的贡献 各位家属纷纷向这位 其女子致敬问候 网友评论 附近四五个小区都炸了 骂了一个多月 见过坑爹的 坑老公的 坑儿子的 第一次见坑整个小区的 驾照全扣了 网约车出租车赢麻了 据说当时全深圳的出租 都在那个小区转悠 根本转不完 在大家的热情问候之下 女子无奈搬离了该小区 谢谢大家